早安哥 早安哥現在就是 早安哥現在的助理 剛好我們看到沒禮報的 早安哥是助理的家裡 也發生一些變化 然後現在就變成 早安哥跟他助理兩個 變得相依 我常常說 我就說 所以早安哥是有人照顧他 我常常說Jeremy跟他女朋友 一個就像我兒子 一個就像我媳婦 我說如果早安哥下樓走路 你算時間一個半小時 我如果沒有回到家 你就賴我 所以你現在走到哪個碼頭了 或者說你走到哪個橋了 怎麼還沒回來一個半小時 我說你幫我 就賴我一下 我會回你 就表示說我還在走 然後或者說我洗澡 如果你看的時間 超過20分鐘了 是不是我昏倒在浴室 以前尤其是我不會 沒有 以前唯一個我不會 我是這幾年 我覺得我心裡有一點點 會有一點擔心 對 然後我現在 坦白講我不太敢一個人出國 我以前會 以前包包一拿 我就哇 機票一買就去了 那現在 現在不太會 如果旁邊沒有人跟著我不太 不曉得 我不曉得 心裡就是覺得 會 畢竟有一點年紀 有點年紀了 有年紀了 然後因為有一次在泰國也是 我突然那天身體不舒服 我就一個人這樣痛到不了 一個人坐捷運到醫院 你知道在國外看病是很麻煩的 然後有一天躺在沙發上 也是不能動 我身體直接好像也講過 我直接就尿在那個地上 都不能 連那個床都沒辦法 連那個門都沒辦法開了 我從那一次給我 把我嚇了之後 曹熙萍 你老了 你有年紀了 不是年輕了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事情 然後再加上很多新聞 我們都看到 我就開始 我就還是 然後我就說 我幾年就說 你們搬過來跟我住好了 就說你們住兩三年也好 或是回去住兩三年也好 就是來往的頻率 稍微高一點這樣子 所以我每次去哪兒都會跟他們講 我說我剛剛跟朋友去西門町吃飯 我剛剛去逛東區 我待幾點會回來 就會變得有一個 有一個寄託 然後包括 對 一個寄託 我跟他講說以後如果怎麼樣 你就跟媒體所有人講 說我最恨誰 最討厭誰 他都已經知道了 他手上都有一份名單 人找了就 什麼事情就不要有牽掛 沒有 因為會變成八卦 不會 因為你知道人有時候每次一手 他怎樣 他怎樣 根本事情不是這樣子 但是別人就會把你 那個揣測的寫到那種 你就覺得 每次每次看到每個藝人走的時候 曹哥你那份名單 你可以提早透露嗎 起手走了就是 那有變我們 他這個人心裡藏不住事 他很想把所有事情講出來 但他多少還是有點保留 但他那點保留 讓他覺得很難過你知道嗎 朵琳你知道嗎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在演藝圈 很多人真的我很討厭 我真的很不舒服耶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很多事情譬如說 我沒有得罪你 你無緣無故 你就被他扣上一個那個帽子 就說 我跟你根本不守 我也沒得罪過你 你為什麼都 都那種無緣無故的謠言 或是什麼就來啦 其實從我年輕到現在啊 一門到現在我快六十歲了 我要補充一下 老實聽說 思想觀念絕對不要有 有曹西平還有什麼觀念 我沒有怎樣 人一往生啊什麼的 我的儀式都寫好了 我的儀式最重要就是 老師有最討厭的人嗎 你說對了還有還有 沒有 我討厭的人 我也釋懷了 放下了 我跟你講放下是要爭功夫啊 我的儀式最重要就是 我走了我家族絕對不發 不讓記者什麼人都不能知道我 往生 就說我出國幹什麼 都不讓人家知道 怎麼你往生人會不知道 絕對不會知道 你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 因為我有秘密 我已經跟家族講了秘密 都不用讓人家知道 現在我弟弟走沒有人知道 你看我們保護得多好 什麼都 親戚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最怕就是打擾別人 走了就久了 你討厭誰誰 還公布出來 你在天上會笑嗎 欸我們人都知道啦 然後我還沒想到說 我做鬼被放過你 哈哈哈哈